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六点十五分 可以 今晚足球几点 十一点 赶得上 那我可以 今天是摩洛哥打啥 摩洛哥和西班牙 昨天的好看 看到两点多 昨天我这个 怎么那个输了 全输了 我们亚洲之光两个全输了 但是这个点球也就输得幸福口福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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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怎么给全输出来了 克罗天亚就是点球王 咱日本都得踢点球不灵 就感觉到那儿 把他犹豫一下 感觉到那儿内 然后就再踢 最关键起步的时候都倒两步 这一看就是没戏了 我挺喜欢 刚刚马老师说 他说是一个完美的情况 就是现在这个 对于任若阳来说 是是是 因为他最后 当知道不能 在这个节目当中实习 其实反而他心态归零了 就是放下了所有的包袱 然后可以坦诚地面对自己 我当时太急了 总想要 总想要证明自己 其实当这个心态平和之后 其实反而能够走得更远 我也想请各位 就是给任若阳一些 下一步实际的一些建议 因为你们一路是 从旁观者的视角看他 我觉得他还是要忠于自我 保持他的赤子之心 然后继续努力 保护好他自己的这种冲劲 他一定要保持这个 这是他最重要的一点 小同学呢 就是做一个可以 时而打开 时而关闭这些 就是感知的这么一个状态 在设计的时候 可能可以完全地投入 但可能在我与人交流的时候 我有时候也需要 把自己打开 然后变得很有弹性 变得很有韧劲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说 说当你搞创作的时候呢 你不要想着 你通过这个创作 能得到什么 他说一旦你 你一开始 在创作开始想 我通过这个创作 能得到什么的时候 你这个创作就不会好了 所以我给任若阳的建议 可能是把设计好当做目的 而不要把设计好当做手段 因为我觉得他 他可能在之前 做好设计的最终目的 是想留在那里工作 所以就导致他心有杂念 可能如果接下来的话 我会希望 你就把作为设计好 当做唯一目的 而不是一个 得到其他东西的方式 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 会舒服很多 林默吗 加油 你是最棒的 你是最棒的 真的是最棒的 我这看她是研究生 清华大学 我说我还有资格 给她建议吗 所以你就给了她 暖暖的鼓励 这是最棒的 其实我一直觉得 交换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它特别的有挑战性 风格的公司应该成立 时间非常久了 对吧 还好啦 就几年时间 我有香港公司 有杭州的 有北京的 应该大概有 总的 一百五十人 但是因为我做吃的 所以香港的美食文化 跟北京的非常不一样 所以其实会经常交换的 特别是美食 当地的文化非常不一样 那你就是派人的风格 是什么风格呢 这个首先要他们自己同意 特别是开发部的 就是我们开发的 你得去吃到什么叫北京菜 或者是杭州菜 什么叫香港的味道 所以交流交换 也是为了品牌 融合度更高 对吧 打破中间这个壁垒 是的 我觉得有些时候 有点仪式感 会让觉得生活很有趣 是吧 对 因为我平时 就是比较喜欢拍照 然后我就有时候 用胶片拍 我就会觉得很有仪式感 就每一张照片拍下来之后 我觉得它很重 它是经过很长的时间 呈现在我的眼前 所以我觉得 那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 特别是现在拍照 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容易 做到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在拍 拍完了之后 你几乎都不怎么去看 你之前拍的 这个删除的比 你按快门还要多 你刚刚说到那拍李德 你真的就觉得像那种拍的 你拍下来之后 它就是一张 一张之后 它就是永远在这儿了 你有时候 你翻自己的钱包的时候 你会突然看到这张 就会有一个回忆 像我就会把它贴到 我家的墙上 比如说小朋友 他洗完手 他出来他就可以看到 这个过程 删掉一张照片很简单 按一个键 但你要丢这张照片 你还有鞋子行 你是不是选择选择 我捡不捡 所以实物是个 很有仪式感的一个标志 就实体物品确实是 会 他们已经开始调研了 调研啥 看婚礼吗 猜要或者现在 这个吃席的时候 调研吃席 吃席 真的 那不是很奇怪吗 六个奇怪的 四个奇怪的人 闯入别人的婚礼 你们觉得这个题 有可能是啥 设计一个 八千屏的回客厅那种 不不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 就带点那种离世感的 离世感的 他们是婚礼公主 有可能也是 对 海边教堂那种感觉 对 明正吉 什么 明正吉 我 我今天说我就是说 其实我小孩 他们是结婚的 我们就搞离婚的 好呀 都好玩啊 明天也可以办结婚是不是 我们应该做一个离婚离婚礼堂 就是 你要离婚的话 你要用什么礼堂的 是不是 就是那种两条线路 各不交叉的那种礼堂 都好玩 你不觉得吗 你要如何才能设计出来一个离婚 可以让人开心离婚的空间 您喂 你对